攔路陳琴 本河裡居民就怕上次凱米颱風淹水噩夢重演 陳琴曼也關心眼前這一棟 防水閘門加高的工程還沒完工 眼看颱風就要來了 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紅磚裸露 鋪設的地磚只弄好了一邊 舊的防水閘門全拆卸下來 勢必無法完工 一旦又有大雨降下淹水 後果不堪設想 上次凱米颱風 水閘門的高度在這裡 可是根本不夠 水直接淹没了地下兩層樓高 現在水閘門的高度要加高到170公分 可是顯然看整個工程進度還沒完成 上次凱米颱風 地下兩層停車空間全毀 花了四五百萬重新整修 工程程序複雜 加上缺工 進行了兩個月還沒弄好 那些窗內窗還會持續出水 如果出水 就是有滲水出來 所以那些洪該來 豪雨無情只好再增加沙包 擋多少算多少 這棟大樓幾袋啊 兩百喔 大樓也緊急通知住戶 汽機車最好全面開出來 開放比較高空地的籃球場 臨時停放 說這裡可以暫時讓我們停 對 不然會擔心 對 因為我上次才泡 上次才泡了一台車而已 記取凱米颱風教訓 這一回真的要為雨籌謀做好防台準備 TVBS新聞裡再生通膨文 高雄報導